你们能看到啊 其实它的这个画风的布局 非常的有含义 你们知道怎么去看吗 它的这个 来拉近细节看一看 这下面有个小人 小人 两个小人 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 嗯 他们俩在聊着什么 来这里有两个小人在这边 我们说西山行旅啊 在这个画上面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那他们 你看这个里面 这个外面它都有一层房子 一看这个人就不是个普通人家 知道吗 好 他们 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看的 整个的山水的庭院之景 画中的远处的整个的里面的 这个庭院 耸立 还有咱们的这个 飞檐翘脚 苍松脆薄环老 所以这个藏品它不一样 你们看 古代的这种建筑好 他们不是像我们如今这样子商品房 就一下建起来就好了 他们背后靠山 前面还有水 你们看好 后面看到没有 这里有水 舟船人家 他们生活的地方是个非常养人的环境 看到没有 对 前有 后有山 前有水 对 不管藏友们 你们选指化 我们直播间有一些也是 波波间的 有些是别墅的藏友们 就特别喜欢这种户型 为什么 因为它养人 它能够 它这个哈 在那个寓意上面 科学上面来讲 它带具什么什么材 的故事 给你们讲个故事 有些词要注意 刚刚讲得很好 为什么我们说 你是发现吧 有些人住别墅 就喜欢 前有山 对不对 我们说这边有山 然后这边门前有这个水 对吧 依山而建 这个我们说靠水而行 对吧 是不是 那我们说古代的这个时候 你看他们就这么讲究 这个皇帝 好了 藏友们 这件是咱们的高货精品 第一层 这个口上有咱们的本金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 这个里面的芭蕉叶 回纹 还有咱们的芦翼 这个胎都是个糯米胎 而且整个山水画 真的画得特别的好 我跟你们说 很漂亮 这件 往前面再给大家推一点 这个只有一只 它的瓶口还是 咱们用的是本金的料 现在的黄金都多少克了 我们长了多少克 包括花瓶上面 我们就要用这种特别贵的料 在上面做点缀 它整个的气质 就不一样了 你看如果我们上面这一圈 给老铁门上的是青花 它整个的配料比例就不好看 所以说一个漂亮的花瓶 一定它的整体跟布局 还有它的构调是要特别和谐的 是的 好 来 这样 加加这个点评一下 我现在一分钟给大家讲一下 它的精妙的地方 那咱们 跟着老师一起来看一下 这位仿清三代雍正时期的 非常美丽的 仿观摇的 堪称可以说非常别致的一个绘画的家企 首先这个外形啊 它是一个霉品 它的旗形呢 尊贵典雅 在装饰的画片当中呢 雍龙华丽四个字形容它 外形非常的精小公致 那在整个的画片上面呢 它是运用了什么呢 它运用了三水的庭院之景 整个的画面呢 你看远处啊 整个里面的这种亭台楼阁耸立 飞檐翘角 是不是啊 那么仓松脆薄环绕 宛如这个仙境 雄伟神奇的这个故事 如云的这个当中的 我们说的这些房屋的建筑 奥立三峰之巅 仰望长空 胡阔云天 群山耸辞 而且的话 整个的画片当中呢 我们还能感受到 湖岸的渝州畅晚 远山的云漫物章 其构图的话 虚实相声 而且笔目的话 苏绣清润 山石油称家庙 而且的话 真的我们说 整个在手法上 非常的精妙 令人探指 在丝彩上 这种的发廊彩 画得很细的 我们在看这幅画的时候 就像宋伦的 青绿山水的汉墨 他构建出的 就像我们说 乾隆的一首这个诗句啊 我想到以前古代的皇帝 写的一首什么诗呢 青州佛水面 方静影山家之景 所以说有人说 这就是皇帝以前的江山万代的故事 可以说是别具巧思 这是不是不一样 这件藏品 不一样 而且整个的平身环绕的这个山水画 绿树青山 笔法精炼 斜相传神 所以用它巧于置于在咱们的书房公司 别墅里面 客厅里面 它就像是一个画轴一样的 颜面卷不尽而易无穷的故事 对不对 那这个石为坊 咱们的雍正时期的一个真品 这件藏品啊 不一样 怎么样 美不美 很漂亮啊 这件 咱们的高货精品啊 那藏品们 这个我今天是不是给到你们三万了 没有吧 没有给到你们三万吧 对吧 那老师 非常福利的价格 对 特别的香 这个价格啊 一个大花瓶 嗯 才四位数 那么你们买过杯杯的都知道 至少要多少钱 这个画工画的这么细的 画的这么好的山水亭台楼阁 嗯 寓意也非常的好 咱们家宝兰朋友说的好 精致啊 谢谢 感谢直播间的朋友们